以後每個星期四 我都會上兩性相關的話題 星期五呢 繼續講故事 星期六 房地產的 每週一還是有聲通的影片 我覺得聲通還是會堅持一段時間 BOOM! Hello YouTube 歡迎大家回到Cokey講 今天呢是5萬訂閱的 不太算是Q&A 比較像是一些近期的分享 今天這個影片呢 有幾件事情要交代 第一件事情 我要和那些就是之前呢 有留言給我在我的IG 留言給我的觀眾呢 說聲道歉 我沒有辦法把你們的留言 你的語音播放出來 我答應你們10萬訂閱的時候呢 你們語音留言我一定會回覆 不好意思啊 第二件事情 那些想要推定的人啊 趕快趕快趕快走 門在那邊 欸 門也有可能在那邊 不要把我這個頻道啊 變成什麼反台獨啊 骯髒啊 反港獨啊 你們自己講自己爽的一個頻道 拜託 你們要走趕快走 沒有事情啊 不要來看這個頻道 沒有事情啊 也不要來留言 不過如果你們怎樣來 我也沒有辦法 這個是一個自由的空間嘛 你們可能不懂怎麼叫做自由世界 你們可能不懂怎麼叫做尊重 我常常有時候看到那些留言啊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就是很好笑 我覺得這個好像 算了 都不知道是不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 我常講說 你媽知道你在網路上這樣留言嗎 我真的覺得很可悲啊 這些的 長期看我頻道的觀眾可能都有發現最近的留言次數少 而且少蠻多的 可是我覺得這對我來講反而是好事 反正你們知道我看YouTube頻道又不是為了賺錢 但是呢我還蠻喜歡現在留言的那種氛圍 就是你看了之後你會舒服啊 你不會覺得 嘖 在講什麼 對 有時候就是 什麼東西 講啥小 這種東西 所以現在的氛圍其實我是蠻喜歡的啦 當然還是有一些躲在鍵盤後面的小腦腫啊 小腦腫啊 就永遠都覺得沒有人會發現他們 他爸爸媽媽不知道他流這種言寫這種字啊 不知道要怎樣寫我這些人在留言 嘖 可是我看到這些留言我才覺得 怪不得大家會討厭中國 就是你們這些人嗨的 你們要知道你們這樣子的留言方式 不是我 因為我無所謂 我很看得開 可是網路世界這麼大 他們為什麼看中國人 都是你們這些人嗨的 你們有想過嗎 很悲哀喔 我替你們感到悲哀 當然還是有很多中國觀眾真的素質很不錯 他們提供了很多是意見 我覺得我也學到了很多 在留言上面 我是說你們都知道我在講那些 你咬咬咬咬咬咬咬 在覺得嗎 對不對 第三件事情呢 我來講一下我的政治態度 這應該是我唯一一次 會在我的頻道裡面 這麼樣的完整 闡述我的政治態度 大家都知道我在台灣待過10年了 從念書工作 再念書再工作 台灣很流行 上街遊行 大概上街遊行超過10次了 政治的 挺同志的也有 如果你參與過這些遊行 那些氛圍是很不一樣的 我先不說他好還是壞 當你人一多 就容易被煽動 這是很正常的 我還當過一次 市議員的助選員 所以我很會喊那些 冬蒜的口號 你敢冬蒜賣啊 把你的選票打 老國旗是好得不好啊 另外我以前也在 那個夜市叫賣過 以前要工作沒有辦法 要生活 我覺得台灣的民主呢 叫做假民主 台灣民主不是真的民主 我相信很多台灣人認同嘛 台灣的民主叫做 會叫的人有唐翅的民主 我就不說台灣的社會現象 可是我覺得台灣的民主 就是被少部人叫叫叫叫叫 就忽略了大部分人的權利 我不喜歡台灣現在 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很多人說 我是台獨分子 那些人應該是很少看我的影片 我批評台灣的東西還蠻多的 所以有時候 我看台灣政治也是蠻無奈的 就是 我不知道這些政治人在做什麼 對了 還有一件事情 希望大家不要再講台獨 台獨是假議題 不可能台獨的 民進黨當政 國民黨當政 都不敢談台獨 我不希望大家在留言區 在吵什麼台獨 台獨 反台獨 什麼東西 我覺得蠻無聊的 第四件事情 很多人說我是反中人士 反對中國人士 我覺得我肯定不是反中人士 我不知道那些人是怎樣 認為我是反中人士 不過我承認我常批評中國的情況 如果別人不能批評中國的話 我覺得你們的包容心 真的也是 有點小啊 我還常看到很多留言講說 外國人不要感受中國人的事情 什麼大堆的 蠻好笑的啦 中國人就可以講美國人 就可以講日本人 別人就不會講中國人 我還是那句話 不是所有中國人 就是那一小撮 小腦腦 我在中國的時候 跟很多朋友分享過 中國 特別是現在的中國是 絕對不適合民主政治 或者民主體制 如果中國現在是民主的話 它發展會非常非常慢 不是慢 是非常非常慢 中國的觀眾也可以想一下 四橫四重鐵路 花了幾年 其他國家的觀眾 可能不知道什麼是四橫四重的高鐵 講簡單一點 就是四條直的 四條橫的高鐵 大概花了不到10年就蓋完 你想一下台灣 蓋一條高鐵要花20年 是不是很誇張 如果中國今天還是民主體制的話 可能現在北京T3基強都還沒有蓋成 還在收土地 真的覺得有時候台灣政治蠻好笑的 就是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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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再講台灣政治 所以我蠻支持一黨專政這件事情 在現在的中國 我舉一個例子就好 就你們看英國拖 拖拖兩三年 還拖不成啊 因為民主嘛 就是要讓多數人同意 這多數人你要這樣去說服多數人 是很難的 英國因為這樣子兩年沒了 全世界跟著英國這樣子 要上要下要上要下 多辛苦 所以民主到底好不好 我覺得還是要看情況 或者看國家 第五件事情 當你們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的反送中的影片已經下架了 並不是因為我被這些留言給屈服了 如果我因為這些留言就屈服呢 早就下架了 我來說一下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拍攝超過一個小時 我的初剪呢 是超過30分鐘 你們看到的影片是13分鐘 其實我剪掉了非常非常多東西 你們提到的北京跳躍 南京跳躍 或者說林哲學啊 或者還有很多啦 我覺得我都剪掉了 可能有些觀眾介意這些啦 可是我一直都在講 這是一個概括性的東西 我沒有辦法一個一個很細的告訴大家 這麼多年的歷史怎麼講得完 在10幾分鐘 可是我覺得也算啦 就是我已經就下架了 可是我還是會在做香港的議題 可能還是會在把一些細節的東西 再抓出來講一下 像是九龍城在我覺得很有意思啦 我覺得長期看我節目的人 應該都知道我的原則是什麼 我覺得我也不知道 反正可能就多了很多 哇哩哩怪怪的人 不過那些有些推定的人也好啦 以後不要再來 不是我驕傲你知道嗎 就是你們都不認同我 那你們來看我的節目幹嘛 你來訂閱我幹嘛 我很free的真的 就是我這個頻道又不是做搞笑頻道 我需要大家認同我這個人 帶來聽我講話比較有意思 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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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件事情 就是我會開始關掉一些頻道 首先第一個會關掉的是淘寶開箱 淘寶開箱是我做最久的節目 要關掉其實很捨不得 可是我發現 每個禮拜都上淘寶開箱 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我給自己的承諾是 每個禮拜要上一期淘寶開箱 然後上52個禮拜 這個禮拜上的是第43期的節目 所以在做九期的話 我應該就會關掉淘寶開箱 但並不是我以後再不做開箱 而是我看情況中 我真的覺得這個值得推薦給 或者值得開箱我才做 不然為了做做其實蠻累的 你們可以看到前幾天 有一個新的兩性話題 我已經開始認真在講兩性相關的東西 以後每個星期四 我都會上兩性相關的話題 星期五呢繼續講故事 星期六房地產的相關 或者在後期我會開始做一些投資相關的東西 都放在星期六 我把最好的時間呢 竟然放在很少人會看的那個時間 我覺得我也是傻 可是我覺得還不錯啦 對了 每周一還是有聲通的影片 我覺得聲通還是會堅持一段時間 還有呢我其實在策劃一個新的系列 是在做街頭挑戰或者街頭訪問的 你們有興趣想要我做什麼樣的題目 可以在下面留言 像我想要就是第一個做就是 在街頭訪問大家能不能 就是蹲下來做亞洲蹲 就腳平的這樣蹲下來 之類型的街訪的東西 你們想看我在街上做什麼訪問 或者做什麼挑戰 請大家盡量留言喔 來 最後最後 最後一件事情啊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會這個頻道的粉絲啊 觀眾取一個名字啊 長期看頻道的人應該知道我 基本上都不會說我的粉絲喜歡什麼什麼 我都會說我的觀眾 因為我覺得我應該還沒有到有粉絲的階段 應該還是在觀眾的階段 可是隨著一些日子的進步的話 有一些觀眾問我說 我是不是應該為觀眾取一個什麼粉 什麼粉 之前有人提過K粉嗎 我說K粉這個名字很大喔 我說誰敢叫自己K粉 或者說很多人喜歡這件衣服嘛 我覺得我們也可以辦一些聚會啊 關於我們的就是頻道的粉絲要叫什麼 你們可以先留言 之後我會選10個 我們在我們的IG來投票 你們覺得怎麼樣 不管你們覺得好還是不好 我都會這麼做啊 長期都這樣子 好啦 那就是老規矩啦 喜歡這個節目 在YouTube看到的話 記得點贊訂閱之後 打開小鈴鐺 如果在Facebook看到的話 記得點贊之後 把它分享出去喔 我們下個禮拜見 942 5 3 3 5 5 1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